我曾以为KPL只是少年的踏梦而行 只是这样 只有这样就好了 音乐 美人迟暮 四年 七个冠军 身价千万转会 成为亚运火炬手 他们去骂我也好 去质疑我也好 都只是因为我是PAT 就是每个选手对拿冠军的心 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就是 也不是想证明自己的 就是那是我应该做的 那是我想要的 二念 爱恨糊涂 我刚年那个 是很恨久 但你现在一看 就一点都恨不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 在某一秒碰撞 三月 知己沉默度 我小时候我爸妈都跟我说 如果我是个女孩子一定特别漂亮 一定要找一个打得又牛 颜值又高的 比如像诺言啊 喜欢就要直接说 上脸 没有 我直接就表白 喜欢长头发的女生 还是短头发的女生 喜欢男孩子 就是说我喜欢你 在一起 是不是该结绑了 这个都不主动一点 就不太礼貌了 我冲着风的翅膀 却分手 四面 国魄家王 万古哭 现在根本不打扰 二十七 不让我们同行 先键 记得他们是 黑比较第一个冠军 没有什么东西 证明我是哪个冠军呢 就当我听到 要给我补发冠军 戒指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当时就 一把脑泪 留在了手机上 非常的感动的 因为 其实我只有那一个冠军 是对我们 第一个冠军 一个认可 我们还是没有被忘记 为你无邪的笑而绽放 五月 生离死别 KPL退役的话 就属于永久性 不能复出 在打职业了 当时是一直都有问题 以前队友的比赛 我觉得我队友真理 全都站在 关押舞台上面 确实退役的 很不应该 六月 恩义不负 本届挑战者杯 FMVP的获得者 他是武汉E Star Pro 紫阳 恭喜紫阳 你是王志荣耀 职业赛事历史上 第一个游走位的 FMVP选手 我想拿一个 辅助的MVP 毕竟还没有人拿过 我想来当第一个 这么含金量重的 一个奖项 对于你个人来说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是一个怎样的领程杯 自己非常自豪吧 欺验 求而不得苦 我们五个可能被诅咒了 感觉就是 需要一个冠军吗 我不管没 还猜 啥情况下才会变猜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不信任自己 就真的会因为年龄下滑 那就差一点 每次都就差那么一点 巴虐 失又复回 终持除 如果我比较了 相信九州教练 觉得他回来的话 队伍肯定能好起来 他不回来的话 感觉队伍好不起来了 他想让队伍更有灵魂的 有了祖星骨 九州教练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祝福 十四分之心 因为有九州教练 也是感觉到了被需要 然后感觉自己又没错的 足够好吧 九虐 今生姻缘博 因为王所荣耀 我认识暖阳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我最好的对象 请你加油 我会加油的 食虐 人人似军营 扔道 不如出 你说我才行 你可能说我们才就不行 他们是这样的一支队伍 冲入联盟 却一年三冠 一年三冠却遗憾保际 备受争议 却一往无减 这个王朝还没有落步 他们的名字是 其实离开赛场其实是 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我很早之前就说过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适合做主教练 我不适合做教练 我觉得我做得很差 他们的名字是 邮金华平 今天跟雨宝一起称霸峡谷了吗